没有一个国家在过继的六七十年里 在西方有计划有组织在海外藏匿大量的不法资产 一个最有代表就是王岐山在89之后姚依林家住 在加州一买一个区把那一个区的房子地下室能挖通 我是大概在一个月前王岐山的一个老哥们给我说 就因为你报了齐山老爷的那个料 听说中纪委让安全部的人进行了核实回来的报告是没有问题 说明王岐山的势力还在 包括孟建柱 王孟 习是不敢动他俩 他俩掌握习家的东西和掌握习的资产 掌握中共的官员的东西 那远远比中共掌握他俩多 他们不敢动手